欢迎收看王大陆,李清肖战主演的《狼殿下》,两分钟看完第四集,三位一姓公子骑上门,即是求取有为挑战,马占星故意刁难,于是公布彼时内容,只要谁能从三个木箱里听到彩蝶阵齿的声音,推断出蝴蝶所在木箱便可获胜,然而题目难度不同于常人所迫,所以三人决定共谋破题,各自站在木箱前,只要选中答案也算立身扬名,婚事是否真能谈成反道其次,结果木箱全空,无一藏有彩蝶, 马占星出帝在里,纵然三人唇舌相争,皆是自取其辱,待马俯重归清静,没想到通舟少主顾清平突然登门拜访,小凤出门相见,因此人眉清木朗,态度沉稳,不仅起了欣赏之意,随即心中暗叫可惜,只能向往常谎称马占星身体抱养,不便见客,顾清平并未立刻离开,而是敏锐发现马占星待在亭中摆弄花草,小凤以为他是求亲之人,自知无法再瞒,索心吩咐是女端来三个木箱, 起初顾清平不明所以,但念及客随主便,于是出于礼貌,当场解开谜题,小凤见之一眼错愕,同时也引起马占星的注意,尤其得惜顾清平此番前来是为家父送信,欲与奎州城郡主商讨粮食赈灾,于是立即起身行礼,也方才不是的待客之道致歉,不知是因时却,还是性情淡然,顾清平并未过多计较, 简单聊过几句便先行告辞,临走前恰好看到花园里种植女罗草,争其斗艳,啥是好看,听闻马占星喜爱女罗草,可顾清平却是一由所指,认为鸟与女罗,事与松柏,女罗草须攀附而生,无法自足,目送顾清平离去身影,小凤面露欣赏,只觉得他与别人不同,继而劝说马占星多为自己考虑,别再沉浸过去伤怀, 可是自从狼仔坠崖后,马占星从未不曾忘却寻找,本以为内疚会随时间淡化,奈何每每午夜梦会,愁戏历历在目,奎州城内热闹繁华, 楚友文带着属下坐在茶滩前休息,远处的肉包子和糖葫芦却让他目光停顿,茶滩旁边挂着字迷一张,但凡能够将你解开便可免单,莫笑等人苦思冥想不得果,直到身旁传来鬼魅一声狼,人本正在讨论的二人立即嘘声,气氛变得冰冷消沙,楚友文冷眼扫过茶滩老板,嘲讽出题之人故弄玄虚,对狼一知半解,不过是班门弄妇,恰好文言打听到附近有家万安酒楼可以赞速,楚友文略微汗手,先行离开, 剩下三人面面相觑,赶忙追去,带一行人匆匆而过,正巧与马摘星势之交臂,他作为这道题目主人,当德西友人成功破解并且指出问题所在,自是惊喜不已,那和茶滩老板不知楚友文下落,马摘星难掩失落,小凤见此赶忙提议去万安酒楼看皮影戏台,由于酒楼已被楚友文包下,不再接待外客,酒楼老板和马摘星较为熟识,便偷偷放他进来,父母之间,马摘星站在老戏台后, 一晃八年过去,无不感慨岁月匆匆,索性亲自摆弄皮影,重现星儿与狼仔的故事,楚友文路过此处驻足,看着老戏台上的影子,脑海浮现出一幕幕画面,忍不住向前走去,正当俩人几乎将要重逢,怎料文言忽然来报马英归城,楚友文随他出门观望,再回酒楼时,已不见马摘星身影,现场仅有酒楼老板以及红儿,因他幼时遭遇大火导致脸部受伤,所以从不敢出门,经常摆弄着关于狼仔星儿的故事, 希望可以像故事一样,交道真心相待的朋友,楚友文文言露出不屑讽笑,冷漠道出人心难测,若不想被人鄙视就让自身强大,马英回复与一家团聚,小凤赶来告知马摘星,表示已经找到破解字迷之人,并且特地安排见面,马摘星欣喜赶往九楼赴约,没想到此人竟是通舟少主顾清平,顿时恼怒他与小凤联合欺骗自己,结果顾清平却以自身经历 开导马摘星,劝他切勿活在过去的悲伤里,或许是因同病相连,心心相惜,马摘星似乎受到启发,同时想到父亲逐渐年迈,为人父母默不希望见到子女嫁去,成家立业,如此浅显倒立,马摘星怎会不懂,于是决定学着放下,该让那个身影从内心深处离开。 当天晚上,马家父女俩温馨闲聊,马英主动提及马摘星母亲的特殊出身,看着墙上的画像,几次欲言又止,刚想要袒露实情,怎料谈话声被门外凄厉惨叫打断,墨霄和海蝶率领叶煞杀入马府,俩人瞒着楚友文,依照楚奎命令进行灭门屠杀,马家一夜间血流成河,马摘星手无寸铁,惨遭众多叶煞围攻,继而遭受重创,文眼及时将他救回,楚友文看到马摘星,瞬间陷入沉默, 没想到会以如此方式相遇,也忽然明白为何马摘星当年会背弃他于马府官兵的原因,隔日一早,留守边关的马家军得知马府惨遭灭门,参军马邪寒立即率领随从,连夜及时赶至奎州城,移至马府,他连忙跳下马奔入,里头虽已有州官兵们整理现场,但依旧处处血迹,失衡遍地,惨不足堵,通过查看马英尸首,从而发现他垂放在地的右手食指以鲜血写下镜字,因此认定英是靖国奸细所, 却没注意到身旁士兵的诡异笑容,请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,摸摸哒。